歡迎收看新聞龍捲風 選戰暴風炎 在昨天的時候大家大快人心的是什麼呢 魏英聰被求其有其徒刑30年 不過今天明儀又有大快人心的出來了 怎麼說 哪一塊 因為在今天的時候大家會發現到 怎麼衛福部有個極機密的資料 居然誤傳出去給頂星 這怎麼會大快人心的出來了 看了不是嚇死人嗎 這個政府單位居然把這樣子一個資料 傳給在查的對象 所以馬上就有人問說 到底是誰幹的 這個內鬼或門神是在衛福部嗎 後來發現原來是屏東縣政府 到底是怎麼回事 今天我們帶來好好探討 首先為您邀請介紹的是我們的董志堅先生 大家晚安 賴世保委員 大家好 黃偉哲先生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情況 這種資料怎麼可能會出來 你有沒有覺得下一部電影 無間道 無間道當中的劉德華 把這個警方的機密資料 跟警方的一些攻堅行動 全部都傳給了曾志偉 是 但是到底誰是黑 誰是白 到底 而且在哪邊 很多中間的內幕 對 沒錯 許多的內幕 就在那其中 所以大家會發現到很奇怪一件事情 明明頂星案子 現在大快人心之下 怎麼為什麼 又會有衛福部的急機密資料 居然不小心誤傳給了頂星的衛權呢 市立剛 我覺得這個案子到現在 發展到現在真的是越來越誇張了 因為我們都知道10月9號檢察官 就已經開始介入調查這個案子了 然後10月16號 就是搜索衛權總公司不是嗎 結果檢方在當時搜索衛權總公司 的電腦裡頭就刻然發現 居然衛權公司的電腦裡頭 居然有衛福部的機密文件 衛福部的機密文件 怎麼會在衛權的公司裡面 就是講說這個大幸福公司 進口的這個豬油 都是飼料油 就已經可以證明這件事情了 然後這個東西為什麼 衛福部的機密文件 就會跑到頂星衛權的那個電腦裡頭 這不是肯定有人洩密嗎 衛福部正在查大幸福 居然他的機密文件會跑到衛權去 那這表示說有無間到裡面 劉德華出現了 是不是一定有內鬼 不然怎麼可能會洩漏出去 所以今天一上午的時候 大家都在質疑 因為大家記不記得 之前不是林蘇菲委員 陳情報委員去要資料的時候 衛福部都說這是機密 這不能給你 這什麼都不能漏 那為什麼你連委員都 立法委員都拿不到的東西 結果你們直接拿去給了衛權 而且你知道嗎 這不是太像話了嗎 極機密的資料裡面 就是發現了大幸福公司的 這個游泳衛權 所以就是要去查衛權 這等於是他的罪證 怎麼會在他的電腦裡頭出現 那也就是說有人把消息透露以後 叫衛權趕快來毀屍滅機嗎 所以今天早上也有很多委員 去質疑那個衛務部長江炳皇 就是到底你們是誰洩密 誰是內鬼 你要不要揪出來 結果整個事情 正讓大家吵得不可開交的時候 居然一下子峰迴路轉 完全變了 怎麼說 結果變成是屏東縣衛生局 挑出來開記者會 等一下 不是機機密資料是衛福部的 為什麼屏東縣衛生局 會開記者會 這個就很奇怪對不對 結果他出來講的是什麼 是衛福部的資料 你知道 就通知給彰化衛生局 屏東衛生局 然後結果呢 屏東衛生局有一個叫 蔡信的一個機查員 他說因為這個文件上面 沒有機密的這個記號 所以他不知道這是機密文件 所以他就順手就把它傳給了頂星 這有點吊詭吧 明明連檢方在查電腦的時候 都發現他是集機密資料 為什麼這個屏東縣衛生局 卻說不機密了呢 我跟你講第一個 你覺得這種文件上面 會不會蓋機密這個戳印嗎 老實說我個人不太相信 就算他沒有跟他漏蓋好了 當時全國人都知道 正在查頂星了不是嗎 新聞每天都愛報 媒體每天都愛播 你這個屏東縣衛生局的人 你會不知道有這個事情嗎 還有一點 明明是上面來給的公文 為什麼屏東縣衛生局 要傳給衛權頂星呢 你自己做衛生機查員 你應該知道 這就是頂星的罪證吧 那你把人家的罪證 傳給人家幹嘛 你是幹嘛 你是要通風報信嗎 用個email寄出去 我看八成就是通風報信 所以立剛 這合理的懷疑 就是他通風報信 如果你不是通風報信 你傳給他幹什麼 你目的是什麼 那你為什麼不傳給統一 你為什麼不傳給我 你為什麼傳給頂星 這還真奇怪了 那這個人 他當然說他一直誤傳 他可能只是說 這是頂星的文件 你就傳給他 你想想看 一般來說 你要記記email錢 你是不是會確認 email帳號是誰的帳號 你如果說所謂的誤傳 怎麼可能這麼巧 就傳到頂星了 對 我跟你講 為什麼不傳到 我們龍泉峰的帳號 第二天還特別打了電話 問他你有沒有收到 還特別關注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整個事情 他打電話會有沒有關注 他打電話特別確認 那擺明就是要傳給頂星的 所以我覺得這肯定有給你 平東衛生局內部 肯定有人有問題 而且大家不要忘記 屏東衛生局局長李建廷 是今天最後一天 對啊 他明天 明天開始就離職了 明天11月1號 是啊 他就離職了 那怎麼會這麼巧呢 他是不是就要趕在這個月之內 趕快把所有東西做完好 讓頂星能夠順利滅陣 我說真的我強烈懷疑 這東西有內鬼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頂星 衛嘉這件事情 到目前為止 偵辦了這個魏英聰 他被這個起訴了 30年的一個棋刑 可是最讓大家驚訝的 沒有想到起訴出出來之後 還發現原來在這個案子 偵辦之前的過程裡頭 有人在泄密這個情況 一方面早上禮拜五院會 尾著這種清楚 有那個所謂的國事論壇 我們在看有一個委員叫陳廷飛 噼哩啪啦通講門審 就講這個事情 然後就案子設說 門審 最大的門審不是講總統嗎 對不對 然後在沒多久的時候 一字排開 民進黨立委就一字排開 結果委員就講說 謝你什麼時候說清楚 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不得了看起來好像 這個政府不知道做什麼壞事 你看 最後來什麼 平東縣政府 是什麼 他說是誤傳 我看應該前面加兩個字 叫故意誤傳 故意誤傳 故意誤傳 所以我們也就說是故意傳 故意傳 你常常跟政府單位討論的事情 你會收到任何政府傳來誤傳的資料 這種事情會發生嗎 我在立法院十幾年沒有收過 一分一分也沒有 沒有誤傳之料 沒有誤傳的 不會有誤傳 中間清清楚楚 我傳給誰 對不對 我覺得檢察官 他那個東西講得模模糊 我覺得檢察官 心裡不知道想什麼 他要去查 他要去查 擠牙膏是 告訴你不是衛服部 他全部講門審 所以我們今天就大家說 哦 原來門審不是 大門審不是總統 是屏東縣政府 是縣政府 他是大門審 寄到了頂心去 那個信上面也有寄來的 收發的 發出去的那個email 從那個網回一查 就抓到是誰了 所以老實說 現在很流行講一句話 就是請社會公平 因為做了更多解釋 不見得大家會相信 但是我們還是要了解一下 屏東縣政府的說法 我們可以看到的 就是這樣的一份文件 查頂心的公文遭到洩漏 平衡政府今天上午 應該是11點多的時候 是副縣長來陪著 這位誤傳的專員 開了記者會 他說不小心了 可是內容是什麼呢 內容很重要 上面是寫的說 奉許次長指示 請盡速同步 付頂心公司 稽查越南進口油脂 讓衛生局要求 頂心屏東廠提供 各年度輸入油脂的批量資料 這一份資料 是在10月中旬傳出去的 頂心案子正是如火如荼的時候 所以就代表把政府的一個 查契的行動 就這麼這樣子告訴了頂心 然後這個是一個誤傳 可以解釋的嗎 非常簡單的說 我必須認為說 屏東縣政府 從上次強冠到現在 該負的責任本來就要負 你覺得現在負了嗎 你老實說到目前為止 我老實說 又不是我弄的 我是說 不管是警察員 或者是局長 或甚至有更高層 我覺得其實這個警察員 現在已經列為被告 如果說是這樣 我覺得是應該負 應該負的責任 但是我雖然先 就法律面來講 再就政治面來講 大家來看 這是什麼 密件 我們立法院 立法院也常常會收到 有時候行政機關傳來密件 對 這是密件 這是機密 然後這個信封上 就會跟你講 這是個密 然後上面講說 等級是機密 所以就是很密密的意思 正式的意思就是說 他會告訴你這是密件 好了 可是請問 這是屏東 這是衛福部傳給屏東衛生局的 可以看到 這個寄件人是誰 收件人是誰 重要性是很高 可是他也不講說是密 所以我意思是說 所以他不是密 所以沒有這麼大問題 不是不是 這個機察員 他可能在法律上 可能是不一定會扣得住說 他洩漏機密 業務主管上的業務機密 但是 我說但是 就算是不是密件 你傳給人家幹嘛 因為 你還是不行 我講這個東西 以前人家批評過 南部的某一個縣 說縣政府的都市的計畫 直通某一個大人物的辦公室 電腦全部連線的 裡面不管是不是機密 所以重點不在於密或者機密 重點在於說 我們現在看到 從搶貫開始 我們看到 是不是屏東縣政府 有一條線 直接通 頂心或者衛權 我們更關心這個事 那我還 我還繼續補充 這上面講說 大家也看到這個畫線的部分 請務必先請 該公司提供各年度輸入油指 剛剛明依你唸過 我唸到這一段了 這個資料 所以說他請他提供 提供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 其實 我覺得其實 這部分在法庭上還會有工法 可是我先來看一下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內容 他是請儘速同步 付頂心公司 稀查越南進口油指的事情 所以他已經告訴你 要來查 而且要同步 要有個時間差 所以如果他先收到 這樣的一個訊息的話 他們公司內部可以準備 再來的話 要提供各年度的 輸入油指批量資料 那誰知道這個說 讓你知道說 我要查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有人殲滅證據 或者是做一些篡改 我們叫做可能性好了 而且明依我非常簡短 非常簡短講 這是今天的報紙寫的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有一點點小問題 今天寫說 因為力庭檢察官驚報 說彰化地檢署 接獲衛福部的機密公文 指外交部點點點 要求檢方查明 所以我擔心是有另外的公文 本來是衛福部給檢方的公文 要求檢方查明 現在變成說 衛福部給屏隆 你講的是 搞不好是有兩個 有兩個 搞不好是有兩個 今天寫錯了 今天要以聯合報為準 因為我今天很仔細的比照 他其實是要給地方政府 蘋果把它寫成 寫給檢方 這個事情的過程是怎樣 你把它還原 大清早 然後立法院 泡聲融融 從陳廷暉 陳其邁 趙天霖 林淑溫 蔡其昌 大家開啟走會 拼命罵一罵 罵完以後 那個蔣秉皇 紀律好像拜會王金平被毒 他說不會從我們這邊流出來 對不對 然後大家罵 罵的重點是什麼 門神內鬼 直指就是馬行九 管閉靈怎麼講 要馬行九三天 把事情給我查清楚 三天就下個禮拜一 沒有你就下台 就管閉靈的講話 那其他民進黨要求 今天就給我查清楚 然後就講中講西 好 三十分鐘查清楚 因為費洪泰委員 三十分鐘後 你才記得會 因為彰化地檢署的第二點 你剛剛拿到第二點 是 他就講說 我們跨線了這個問題 我們趕快 把公文 請屏東地檢署分案 這邊寫的 屏東地檢署要查誰 當然查屏東衛生局 他已經講這麼清楚了 所以屏東衛生局 跟中嘉賓忽縣長 不是主動出來的 是被費洪泰已經講了 只好出來硬著投票 所以基本上 這個地檢署的文 就是告訴大家 泄密的就是 這地方的衛生局 其實屏東衛生局 在十月十五號 就已經被查這個部分 被傳信了 所以今天已經十月三十號 是一個兩個禮拜 所以屏東縣政府 應該早 坦白講 他自己不講 他是今天已經被人 他心裡有數 他相關的人都被傳信 都內為被告 都已經傳了 他已經隔了兩個多禮拜 他也不講 所以我其實今天不是在替 我也不需要替屏東縣政府講 該負的責任 不管是基層 不管是高層 或是怎麼樣的層級 我覺得該負的責任 就應該負 而且屏東地檢署要詳查 詳查什麼 到底是不是有人指使 如果這個基調員 背後是有人指使他這麼做 我覺得其實這個事情 就更大挑戰 我覺得這樣子 我覺得 既然都已經發生了 兩個禮拜 我們就想 為什麼這些綠營的 這些大立委們 還好意思這樣子 硬要阿過來 政治操作 我沒有 需要這樣子嗎 除你之外 除你之外 有需要這樣子嗎 他明明 他剛剛講得清楚 兩個禮拜以前都知道 都在被調查了 為什麼今天還這樣子 還好意思這樣 拼命丟石頭 好意思嗎 我們看到了 今天雖然是個 屏東縣政府 是在副縣長的陪同之下 這位機察員出來說 哎呀我不小心 按錯了一個這個箭 所以呢是誤傳 但是剛才 寒冰有特別提到一個事 他說這個 因為在九月份的時候 當初搜水油的事件 就已經有一坨拉谷的局長 五個人要下來了 那包括這個衛生局的局長 那我覺得時間是非常好 就是衛生局來負責 如果層級是這麼低的話 那這個機察員 就是小小一個專員嘛 對不對 然後局長明天下台了 就順勢 就好像這個事情已經被人負責了 可以這樣子說嗎 我要先問一下董哥 當然不能這樣說啊 可是這些時間這麼巧合 已經讓人家覺得匪夷所思了 各位看喔 兩天前喔 美麗島電子派 美麗島電子派 是民進黨的 民進黨的人次辦 吳子嘉就講 辛 蘇 謝 油 這四個派系 都有拿頂薪的錢 要蔡英文查 大家記得嗎 那那個曹啟雄 跟中嘉賓是哪個系統 是新潮流的 他是新潮流的 對 你就可以看到嘛 那今天你如果再把他講 你剛剛講那五個 五個級黨怎麼要下台的 那是九月 九月中 那時候一個老農夫出來 說我那時候一直去報案 而且跟平隆先生有報案 他自知不理我 只好跑到台中去報案 那個我們節目討論過了 那後來曹啟雄被人家罵嘛 要他協阿基斯下� 他只好帶這些級黨出來 這些人都有責任 我准許他們11月1號才走 11月1號 他們的任期到12月25耶 對 一般來說 官員不都是馬上下台嗎 幹嘛給他兩個月的時間 是啊 讓他做個爽啊 看到時候有出什麼包 你就一起把他包起來 承擔下去 就好像現在出這個包 對 所以正好這個事情 就已經被壓到康告之後 這個局長不用再第二次下台 明天一起下台 明天一起下台 也是算計好在那邊的 我覺得不一定算計好 但是那時候心裡有這樣的盤算 不然到時候最後有什麼 你們繼續來收拾 他那時候對外講就是說 由他們來收拾善後嘛 不要讓他立即走嘛 那現在剛好一併打包走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 屏東縣政府啊 從這個縣長已降 我覺得這幾個月來 他們對於這個事情的態度 是可以被來討論的 因為感覺上有點怪怪的 為什麼說怪怪的呢 我給大家看一個時間序列 這個事情發生去9月份 郭烈成的這個搜水油事件的時候 當初其實就是 應該要撿到結局好多次了 可是呢都沒有反應嘛 那這個時候 屏東縣政府在10月份還說 接獲檢舉有人回收一個油紙啦 然後這個是民國99年的事情 一直說在檢舉可都沒管他 那到底有沒有放水 到了100年的1月17號 接受陳情指 郭烈成的鐵皮屋外水溝 什麼樣的廢油影響環境 曾經稽查4次 最多陳儲罰還 可是呢一直都沒有人理他 所以後來才到了 這個另外的地方做檢舉 這個事情才 然後之後呢 我們看到這個 曹啟宏縣長 也沒有第一時間出來 到最後呢 是找了5個官員 說那好啦 9月份開記者會 你11月1號下台 所以這件事情發生的 我們就看到 這次要下台的局長 是9月份這一批喔 就是衛生局長林建廷 他並不是為了 今天這個泄密的事件 而是為了之前 這麼多次的這個茶油不利的事情 而下台的 中間我們會覺得 屏東縣政府太過消極 導致讓人家覺得說 是不是跟在地的這個 頂心的油場 有什麼樣的關係 賴委員 是啊這個 我們就是 當然外界都這樣子強烈質疑 從強冠開始 而且事實上外界指的 不是只有現場而已 說這裡面還有立委 還有民意代表 這個他們難道 他們一定會去 所以我們都很清楚 地方什麼事情 他一定去找民意代表 先找民意代表 今天可以想 假如這個事情發生在台北市 會怎麼樣 民意代表絕對去找立委 你為什麼去 然後去十頓屋去丟雞蛋 幹什麼的 大概不只一個局長要下來了 對不對 所以整個來講 我的意思就是說 屏東可以讓說 這樣子那一位老農民這樣 收證無門 還要跑去別的地方 搞不可思議 你就發現說 屏東是不是 屏東縣感覺 有沒有一點那個味道 集體包庇的味道 所以集體包庇的話 就是大家現在定義的 頂心這個衛家 能夠在台灣這樣子 橫行霸道 就是有門神 那這個門神 到底現在是誰呢 我們就要問這個問題 看到現在屏東縣政府這種處理方式 我覺得其實 可能是有一些門神們 但是我覺得其實 先講屏東縣政府的責任 屏東縣政府是不是過度消極 我覺得是蠻消極的 那縣政府沒有去積查 我覺得是現在選舉是快到了 沒有錯了 包括這個這個 簡太郎這個 前政務委員也來上節目 就罵得很兇 可是請問一下 屏東縣政府沒有積極去積查 那跟屏東縣的立委 其實這個潘茫安有什麼關係 我覺得做這樣的指涉 你如果 黃委員你直接看到 這是好朋友 這是好朋友 可是我覺得其實 好朋友講話也不能包庇 我覺得其實 如果有證據顯示 你就把它講出來 你不是講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覺得 財政部太消極 那國民黨的立委 這些人包庇什麼 我覺得我沒有證據 我可以這樣指涉嗎 所以我被看得到 我們之前拿出 好幾次的報導 財政部之前的立場 國民黨的10月13號 講說要去查 要讓頂星為家 退出101的經營權 可是到10月27號 財政部長也講說 我們沒有提臨時提案 我們不能夠重大 要七天前提 我們那個時候 就能講說 國民黨立委有包庇嗎 我們不敢講啊 其實韋哲我要回應一下 門神門 我某種程度贊同 而且這個門神門 說不定是什麼顏色都有 可是我們要回頭來講的 就是綠色的部分 就是我們看 吳子佳先生的這個電子 不要公開指的 剛剛董哥講說 這個新書界 全部大家都跑不掉 那要求蔡英文來做處理 你覺得是不是 現在對於這個 拿錢傳聞 然後幫頂星 處理一些善後的這種事情 或是之前的一個包庇安排 民進黨方面 應該有個態度 我覺得其實 我們要有態度啊 這態度是什麼 絕對沒有 如果 如果 如果有 你現在可能叫說 所有的黨公職 所有的派系 大家自清 經過5月12點以後 如果沒有自清 有的話就一律開除黨籍 是這樣子的嗎 我覺得其實 國民黨 以吳子佳來講 他就講說 馬總統的團隊 就已經受了十億 具體的那個 那你說 好 民進黨那個 辛 蘇 謝 包括油 等等的這些人 那有的話 他們現在都說沒有了嘛 沒有就是一種回應嘛 那沒有 如果到時候被查出有 或有什麼線報 或有什麼 查出有 那就一翻兩瞪眼 你先不要講 有沒有觸法啦 因為政黨是可以接受政治獻金的 但是你既然說沒有 先不要講有沒有觸法 你說政治信用就破產啊 是 可是我們先回到 剛才就說 剛才蕙子講的非常 這個扩然大功 有的話大家全部 就是政治破產 可是他剛才又提到了 這個頂心給了總統十億 這個才是最大門神 所以這個屏東縣政府 就算有可能也是 而且我簡短的回應 已經從 拿4G的執照 一直到 可能要進取中家 甚至於這個 之前的101 101的董監事 董監事 2005年 2009年 就已經那時候 大家在質詢嘛 2009年 他拿了101的時候 那時候工股的 宋文綺怎麼 怎麼不講話呢 他講說我都被架空 為什麼被架空 林毅剛才門神 林毅剛才門神的標準 屏東縣政府的做法 算不算門神 我覺得其實屏東縣政府的做法 是非常消極的 同樣的財政部 跟101也很消極 積極查明 還不是那麼簡單 但是要提到門神的時候 不要忘了 總統府講得非常清楚 絕對沒有 而且大家對馬總統 瞭解都沒有很清楚 你讓我講完 你講說我都沒有插嘴 總統 馬總統 各位都清楚 不管對他人力 對他做人 也許有一些不同意見 可是對他的乾淨 大概沒有人回去質疑的 我認為這個樣子 所以他也要跟吳石家提告 對總統府提告 總統府要提告了 準備要提告了 對不對 你既然講他就告 所以我是覺得 不需要在這裡 把他回來回去 我們就講說 來 回過來 這裡面查到的檢察官說 裡面怎麼會有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 給他的這樣子 不管他是不是密 不管是不是機密 我都質疑 我都懷疑 合理懷疑 有一條線是通的 好 所以通了之後 就是要趕快說 我們要來查了 快的 這個中央給我們的壓力 要來查 你趕快把東西弄一弄 廠裡處理一下 文件處理一下 所以我們就要問說 是不是頂星 如果他的廠長期在屏東的話 可以合理的推斷 他要處理的人事務 局處溝通的單位很多 所以假如他們很熟 所以很熟的話 就可以把消息Pass一下 一般地方是這樣 譬如說你看 高正麗現在去坐牢了 高正麗大統長機 那時候陪他出來 道歉的那個 旁邊站那個誰 民進黨的彰化議員 他姓LINE 沒有人寫 也沒有人管他 幸好我認識他 因為他過去是姚佳文的助理 但是沒有人去講 現在頂星這個事情搞得那麼大 當初歸於返鄉是民進黨 那時候大力推動 2002年 2002年 那時候的陸委會主委 是最出力的 他叫蔡英文 對不對 2002年91年 然後總統當然是陳水扁 然後大力推動 大力推動 你可以看到整個構成 到了他 在做這些加油的時候 是剛好蘇貞昌當行政院長 蔡英文當副院長 就是那個時候 所以如果要去扯 這個扯不完 但是我們現在要面對的 事情現在都已經發生 那時候可以講說 因為沒有發生不知道 我們以為他是好的廠商 現在已經發生了 現在已經發生 從什麼時候發現 從7年10月 就發現頂星其實問題這麼多 每一件都有他的關係 那我們現在要講的 他都已經全國都知道 他有問題了 為什麼屏東縣政府 這個時候還 乾冒大不違 我去誤傳 去立庭 然後老龍來檢舉 我都不違手動 老龍那個是 是那個地溝油 是等於說是假噴 是不是 那那個已經是第二件了 第一件是用 是用綿仔油去混沖 橄欖油 這是第二件 第二件你為什麼都沒有警戒 現在第三件你幫他誤傳 我們講 油有三件 那請問一下 屏東縣政府 到底是怎麼樣角色 這個事情發生到現在 有半個月的時間 所以我們合理的懷疑 中間給了這個企業 黑心的企業 一些時間去做一些處理 可是 剛剛我們看到 我們昨天講了好多 魏英充逃稅的事情 是沒錯 就是整個黑心的企業 不只這一條 還有很多件 那另外我們就要來探討的是 是不是財政部要寄出鐵外 對於未加全面的企業 在台灣要 賴委員不是說到 要抽贏根了嗎 對 到底怎麼抽法 對他們有沒有嚇阻的效果 還有是真的抽 還是假的抽呢 假的抽 我們會來